词曲 李宗盛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各位上线去骂寶可梦了没 每次在这个宝可梦推出新的作品之后 我自己就会很好奇网路上的网友反应 果不其然 每次上去看总是不会让人失望 这个留言篇数一次比一次还要多 骂的一次比一次还要有趣 而且这个骂的声音 就会让我觉得 好像每一次的宝可梦都骂得非常有力 就是你看起来那个战火连连 但是实际上的销售数量 好像每次会突破结结新高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骂的人到底是反串呢 还是真心的讨厌宝可梦 就是刚好这群玩家就不是宝可梦的玩家而已 这次的宝可梦第九世代 也在前几天终于公布了 它是猪与子的版本 那这两个版本当中其实有做了蛮多的差异 在预告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透露出来 我自己是私心推荐 新的影片 因为它的影片我这个看完之后觉得 哇这个跟电影的预告解析一模一样 很多影片里面的细节呢 不是只有他们讲到的信息 或者是在官方的一些社群啊 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等等的 它是把整个画面当中 可以看得到的信息 全部都一一的解析出来 所以如果说对于第九世代有兴趣的 或者对于这次预告片的解析很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下哪一支影片 那我自己呢对于这次的第九世代呢 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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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的地方呢 就是来自于官方有特别讲到 它这次呢是真的第一次全开放式的游戏 宝可梦的游戏 但以宝可梦来讲啊 其实如果只是单纯要通关 我相信啦 通常都是十来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办到 可是对于真宝可梦粉丝的玩家来讲啊 其实它就可以有更多 拉长游戏时数的方式 当然如果说加入这款宝可梦游戏啊 觉得说它非常好玩 希望说呢它可以有更长更长的游戏时数 可以体验更久的趣味的话 其实它也有蛮多方式的 就如同刚才所讲的 可以抓抓色维 然后呢可以再去培育自己的宝可梦 也可以找玩家对战 因为对战其实也算是 宝可梦本身的一个本体 就是破关之后 所有的宝可梦呢 你可以开始全部都抓到了 你可以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 然后呢训练自己要的招式 把它培养起来 然后以不同的素质啊 去跟别人进行对战 所以啊在玩起来啊 这个游戏时数可长可短的弹性之下啦 玩起来就真的是还不错 那这次呢新的御三家啦 我自己在看到之后呢 其实第一个晚上 我好像就依稀的在IG上 看到别人PO出来的 这个御三家呢 跟三位台湾艺人长得非常像 那这次的御三家啦 星夜喵 呆火2 跟润水 鸭 应该就是以这三只喔 代表着潮系火系跟水系 然后呢对应的艺人呢 就是王采华 彭恰恰跟李佗 其实我在看到那张图片的时候呢 心里面真的是 第一时间就浮现出那三位艺人的样貌 啊真的把它兜起啊 还真的是有一点像 所以真的觉得 有时候玩家的那个 那个观察力啦 怎么这么厉害 而且联想力也真的是超强 那这三只呢 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 在那个留言的部分喔 其实也有蛮多啦 是关于给予御三家外观的一些评论 有人说 呆火2可能看起来比较像是 河马 那我是觉得看起来OK啦 反正就是 每一代的宝可梦 其实他们画的这一些样貌啦 都还蛮让人喔 值得去 值得去 要怎么讲 值得去 稍微的 思考看看 他们到底是长得像什么样的动物 可是我觉得每次他们啊 在进化的过程喔 变化真的都会非常大 所以以目前来讲我应该还是会以最直觉的火系 那为什么我每次都选火系 啊单纯就觉得游火比较帅而已 因为游火的招式 就是很多游戏啦 他只要能够发出火焰 然后刀子可以发出火焰 还是身上可以发出火焰 你就会感觉特别的帅 特别的中二 就单纯是这样 没有任何理由 我也不会因为说有什么克 什么什么属性的部分啊 然后什么相克 或者是哪一支威力会比较强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研究 玉三家哪一支会特别的好用 特别的OP之类的 我自己是没有在研究这一个 反正就单纯火系就是帅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啊当然啦 要用帅跟宝可梦的外观搭配起来 好像有点不太搭 但是呢 反正就火系嘛 就喜欢火系 所以我到时候应该还是会选择火系 不知道各位啦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因为这次的草系 是我觉得 看起来是算三支里面比较正常 然后舒服一点的 因为它的外观就真的 就长得比较可爱 而且也比较像很多 可能日系的动漫会去做出来这种角色 一些形象的娃娃之类的 算是比较浅显易懂 就是你很直白的可以看得出来 哦这应该是一只猫 所以它的名字叫星夜喵 这样子 但是其他两支我就觉得有比较深一点的那种 意义深远的那种感觉啦 那不管怎么样 到时候我就是一定会从火系的来起家 到时候玩下去 接着是男女主角的部分 当然也是被留言给稍微的攻击到了一下 我自己比较大的疑问是 宝可梦的男女主角通常都是以未成年的为主 那这未成年其实在体态上来说 变化 应该说差异上来说本来就不大 那其实每一次我这样看下去之后 很直觉就是会觉得 他会给他一个比较特别的性贞差异 可是呢 整体的造型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变化 就像呢 女生的角色啊 他好像多了一根辫子做一个辨别 我是女生的感觉 可是实际上要看哦 真的就是要花多一点心思 去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角色上的差异 例如说像女生啊 她在睫毛的部分就多画了两根 稍微长了一点点的睫毛 这个就是女生 我记得好像有什么玩具啊 乐高吧 乐高的那个人偶的那个头 他也是会以睫毛来分辨 是不是女生的头 女生的表情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仔细看一下 他的衣服是有腰身的 就是他这一边哦 男生跟女生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女生这边就是有腰身下去 会比较瘦 不是只有衣服而已啦 因为他衣服其实看起来比较贴身的感觉 那整个身材也是比较贴身 就是比较有腰身的样子 所以呢其实从两个重点啊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女角的感觉 我自己呢应该还是会选择男角 因为其实我玩这游戏 也没有什么特别在看这些角色啦 他们角色其实也没什么变化 而且没事就是背对这样子 女生的细节就可能就只有这样 好不然两只其实看起来 你如果把那个辫子拿掉哦 跟我说那是一个男的角色 我真的也会相信 其实从上一次的阿尔宙斯啊 跟我之前玩过的一些 宝可梦的怠速比较起来 他就有一个蛮大的突破跟成长啦 所以这一次的第九世代 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现在游戏可能玩久了 真的被养惯了 你可能会很喜欢开放世界 那种自由探索的那种乐趣 自由探索有些玩家 曾经有跟我讲过 他们会觉得 比较有点漫无目的 没有方向 可是其实在阿尔宙斯玩的过程当中呢 他还是会告诉我们 基本上要去哪个区域去找人 他还是会特别讲 只是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是被硬性规定 你就只能够在过去的这条路上的过程当中 去做探索 而是说呢今天可能主线出来了 假设呢主线是要从台北到台中 去找某一位NPC 然后接任务或者交付任务 就可以推进主线的剧情 可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是只有说台北一路从台中这样下去的过程 我们可以去探索 而是说呢我们可以 我可能可以往东部去探索 我可能可以往中部去探索 甚至到我直接路过台中 跑到南部去探索 也可以 他就是会给你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 只不过他还是会给你一个目标在 那我觉得这样的开放式游戏又半代有目标的样子 玩起来还是非常不错 就是你要跟着主线跑 你想跑得快 可以 就是一直跟着主线不断的玩下去 那如果说呢你今天是希望可以慢慢的品尝 然后慢慢的沉浸到他整个游戏带给你的世界观 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慢慢探索他各个角落 像这样子的游戏呢 他通常都会在很多地方做出一些细节 可能藏有一些宝物 可能藏有一些素材可以采集 可能藏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宝可梦 就在一些比较特别的边边角角 这样子都是在游戏当中 可以取得乐趣的不同方式 所以我自己是会蛮期待第九世代的 毕竟宝可梦真的是从阿尔宙斯开始 完全插亮我的眼睛 哇这个完全不同的宝可梦世代 再玩起来真的是会非常期待他 好啦今天这支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下面点下频道分享 也别忘记记得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欧卡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Bye